我觉得这边戴眼镜的小妹妹 特可爱啊 是的 真好可爱 这是新朋友 对 妹妹 你这穿的这一身衣服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供电公司 书电预检中心的 一名电力员工 电力员工啊 妹妹今年多大了 我是一名00后 刚毕业吧 对呢 女孩子选了一个 跟电有关的这个工作 为什么 不要被她现在 那个造型所迷惑 咱们放段视频 好啊 了解一下茂灵的工作 好呀好呀 来呀来 哇 不会吧 建设这个什么呢 是电发电塔的吗 啊 它又排到 高压电啊 天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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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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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光伏发电塔 哇 哇 哇 太帅了 向你致敬 谢谢 谢谢 这种岗位不是通常都是男生来做的吗 怎么您也来做这种工作呢 因为我本身学的专业就是电器工程及其自动化 但是那么高 是不是新人一入职都要先到基层全去体验一下各个岗位的工作 对的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下基层 无论男女 对的 刚才那个短片里面那个最高的地方大概离地面有多高 整体的塔高的话差不多有40多米 问题来了是多少个长颈鹿 八个 八只啊 八只 是长颈鹿 学会讲拿了 但是你站在那上面风一定会很大吧 你一共才多少斤 我都觉得会把你刮跑啊 对呢 就是风特别大 你看视频当中我穿着那个黄颜色的安全带 也会晃 所以咱们的手啊得装脑呢 就是保持一个那个平衡 我采访过就是跟她做类似工作的 要是上面检修比较繁忙的话 连饭呀水就都在上面解决完成 对的 因为她爬上去一次需要很长时间 她不可能频繁地上下 是吧 对的 从事了这个行业的话就尽力把这个工作做好 好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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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向你致敬啊 就是多多保护好自己 所以说那个太瘦了 是在高空上反而不是优势 风一吹不不稳吗 我的意思是像图拉上去是不是效果 不稳一点 关键是图拉太胖了爬不动啊